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一把瓜子皮引发一场血案 各方说法不同 观点各异 我都做得透一蒙 我都不做了 因为两个人没有臭没有远 环卫工人被打伤 究竟是何原因 又该由谁买单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把瓜子皮 刘大姐是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名保洁工 2015年1月20号下午3点左右 正在工作的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号码是她丈夫魏欣奇的 但听到的却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打电话的人告诉刘大姐 她的丈夫老魏住院了 这让刘大姐心生疑斗 她的丈夫老魏是一名环卫工人 身体好好的 中午老两口还在家里吃了午饭 最后刘大姐终于听出打电话的人 是魏欣奇的同事小李 小李说老魏被打了 刘大姐顿时脑子一片空白 她急急忙忙地赶到医院 眼前的景象把她吓哭了 接诊医生的一句话更让她感到了不祥 事不宜迟 刘大姐在丈夫同事的帮助下 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老魏迅速转院 老魏的右眼伤情严重 医生分析应该是遭遇重力撞击所致 老魏的手术从晚上九点一直做到凌晨一点多 焦急的刘大姐怎么也想不明白 平时老实芭蕉的丈夫怎么会被人打成这样 刘大姐说 这个丈夫老魏是个老实人 活了51岁了 从来没跟水打过架 老魏的同事们也都这么说 那么这次老魏是被水打成这样 又是因为什么呢 老魏醒来后说出的原因 令人是难以置信 居然是因为一把瓜子皮 魏欣齐原本是河南省驻马店 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2014年2月 携妻子来郑州市打工 他们的女儿已经出嫁 儿子在开封创业 夫妻俩出来打工的目的 是为了多赚些钱 帮儿子结婚成家 好了却一桩心事 他们租住在郑州一个出租房内 每天早出晚归辛苦劳作 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出现了意外 辛苦了一天的老魏 看见一个路人在自己负责的路段 肆无忌惮的乱人瓜子皮 出于责任 他走到路人面前劝阻 他找到那种骂人 我自己一看 我其实应该骂人 不但骂人 我会弄死你 做环卫工作不头一年的魏欣齐说 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是一句劝阻的话 没料到对方会发这么大的火 而接下来的事情 更加出乎老魏的意料 事发当时魏欣齐的同事老贾 就在不远处开垃圾处理车 他看到有人和老魏打架 就下车跑了过去 老贾赶紧上车打电话报警 就在老贾离开的时候 改变两个当事人命运的事情发生了 在我不慌的情况下 我都坐在头一蒙 我都不坐了 反正是具体是打的 或者是过后的 叫说你进一步调查 还是这个事 我都坐在这蒙 从完全蒙一蒙 这时候老魏满脸是血的 躺在路上 脸上血流不止 打人者感觉不妙 转身就想逃跑 当同事人说 一说他跑了 他要我打哪儿 我不能进来过来 我是鼓住东西 我站进来 我追他 魏欣齐一手捂着眼睛 去追打人者 眼看打人者进了出租车 这时候 他的另一个同事老王 赶在了车前 据老王说 当时大人者从车里出来后 他一直拉着对方 直到警察赶来 而年过半百的老魏 由于失血过多 晕倒在路旁 126 110 3次元过去的 在这儿 那时候我都不打抢出来 当时都躺一大便 醒来后老魏一直想弄清楚 当时对方究竟是如何伤害到自己的眼睛的 老魏和他的同事们都觉得 这件事不应该就这么简单 他们怀疑打人者是故意照查 有意要弄下老魏的眼睛 才下手这么的凶残 那至于原因是什么 其实他们也说不清楚 老王的同事呢 拨打了110 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 10分钟后 罢民警赶到事发现场 老魏立即被送往医院 打人者任某被民警当场拘留 警方对案件迅速进行调查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地上的瓜子皮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 警方对现场的路人进行了调查 关于任某用什么将老魏的眼睛伤害 并没有人看清楚 大家只看到任某先出手打的老魏 后来双方就撕扯在一起 那么任某为何要先出手打人呢 警方对他进行了审讯 打人者任某是河南开封人 今年36岁 离婚多年 一个人来到郑州打工 曾经做过保安 当过厨师 一个月前刚刚找份工作 在一家洗车行工作 他说事发那天外出理发后 准备回单位 闲着无事 一边嗑瓜子一边等公交 遭到了环卫工人老魏的制止 于是恼羞长怒 与老魏发生了肢体冲突 将老魏的眼睛打伤 没有诊 没有 因为两个人没有臭没有缘 任某坚决否认 自己有意打伤老魏的眼睛 警方调查后证实 任某与老魏之间 确实没有任何恩怨 此次冲突应该纯属意外 在调查中由目击证人 也爆出一个细节 与老魏的陈述有些出入 环卫工骂了 我确定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 你罢谁了 罢谁了 就这样 他俩就这样动手 抬起来了 根据目击证人的指证 警方还原了当时的情形 当时老魏看见任某在路边乱扔瓜子皮 毫不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 心里气囊 上前劝阻任某 但言语上有些过火 双方冲突不断激化 最后导致肢体冲突 当半民警赶到现场时 老魏满脸嗜血 任某脸上也是伤痕累累 双方撕扯护有伤害 只是老魏的眼伤明显偏重 在死这过程中打扰他的眼影 此事被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社会舆论一边倒的谴责打人者 普遍反应是很愤怒 对黄运工老魏表示比较痛心 他们而且还发起了一个微话题 我们应该呼吁大家 去尊重黄运工的劳动成果 打人者应该向黄运工老魏表示道歉 一把瓜子皮引发一场血案 环卫工人被打伤 究竟是何原因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把瓜子皮 虽然有人指证老魏 在劝阻任某的时候 说话可能不太好听 但是大家还是认为 像乱扔垃圾这样 有损社会功德的事情 人人都有权利制止 何况是为此辛苦劳作的环卫工人 大家纷纷支持老魏 谴责打人者任某 要求他道歉并且赔偿 可是事实呢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老魏说被打以后 打人者任某及其家人的态度 让他非常不满 按理说打人者如果能积极慰问伤者并道歉 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原谅 但是什么原因让任某及其家人迟迟没有表态呢 我离婚了 现在就单身一个人 据任某介绍 他1998年离婚后一直单身 与前妻生的女儿也十几年没见面了 离婚时将财产都留给了前妻和女儿 自己如今一贫如洗 我这些年 一直没有 手里没有 也可以说吧 没有一副钱的充关 我的身体状况 自从得让着愚症 来振动打工 我身体就没有卷胆过 所以说手里没有一点积蓄 兄弟姐妹 他们的经济情况也不好 所以说 我现在也没有能力去赔偿他 任某在给警方讲述自己为何出手打人时 也一直强调自己是个抑郁症患者 我就是有这个严重的抑郁焦虑症 就是造狂症 造狂 当时我呢就是甚至都不太不太清新 就不敢受任何刺激 他也骂我 当时我也就是有这个病 性味啊厌性啊都很难可止 当时警方也曾对任某的住处进行搜查 确实发现任某曾经到医院检查的诊断书 也有证据表明他曾服用过类似精神治疗的药物 我们也到他家之后也捡到了他的这个兵力 啊 证实了确实以前有一定的这个兵师 警方了解到任某在郑州做过保安 做过厨师 他最近的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洗车店当厨师 虽然有医生的诊断 但是从警方的调查来看 任某的日常表现没有什么异常 不具备造狂症的特质 并没有在犯病期间发生了这种违法行为 所以说并不连强的案件定性 任某强调自己有深度抑郁和造狂症 无非是希望在法律和道义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宽恕 而实际上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罪责 老魏住院的医疗费啊 最初是由所在单位颠付的 可是由于伤势太重了 后续治疗的费用呢是不断的增加 老魏的家庭包括单位都是不堪重负 那这底钱该由谁来买单就成了一个问题 老魏的眼睛经过两次手术之后 伤口得到有效的处理 但是眼部组织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坏 三个月后眼外伤基本恢复 但眼睛的视力急剧下降 现在有点疼 眼疼 眼睛痛疼 都能观察我现在睡不好觉 这个又是骂 手指沉不开 他眼睛瞎了 我们的儿子还没结婚 什么事还没办 我们也要靠他了 老魏受伤后 他的儿子小魏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郑州 为了给父亲治疗眼伤 小魏瞒着父母 偷偷把刚交完首付的婚房退掉了 当时我就想着先把我父亲病给看好 对儿子退房的孝心 老魏夫妇又气又怜 当时给儿子买房的这十万元钱大都是借来的 现在退房也只能解燃眉之急 随着病情的发展 老魏的右眼视力已经降为零 医生建议老魏尽快做第三次手术 基本上给他确定的就是 将来是一定的折处 他可以未知白念一念 但是他一直这样未知的话 对他上班或者工作都会有影响 但是手术需要花不少钱 虽然老魏在工作时间受伤应该属于工伤 但是在申请工伤补偿的过程中 却遇到了问题 老魏所在单位金水区机械化清洁二公司 隶属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按照公司内部规定 男性低于45岁 女性低于35岁 才能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无险一金 而老魏已经50多岁 因此公司只与他签订了劳务合同 没有为他缴纳工伤保险 这种并不合法的内部规定 在老魏受伤之后出现了问题 巨额的医疗费 不仅让老魏的家庭陷入困境 也让他们公司不堪重负 人要是要钱太多了 我都想认识我对方不出钱的情况 我们那个条件在做这个手术 虽然公司为老魏保留了职位 但老魏的身体究竟还能不能干原来的工作 也是个问题 打人者任某在拘留所里也思考了很多 他对打人事实表示悔恨 也希望得到受害者的原谅 但是提到赔偿 任某表示真的没有钱 为他做一些事情 我其他弄也没有 就是为他 就是 工作呀 都可以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老魏的眼睛已经回不到从前 任某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的责任 任某是有自己做人原则的 比如说对于老魏这个年纪 这个身份的人的批评 他采取的是拳头 但是对于他自己在公共场所乱丢瓜子皮 他采取的是放纵 所谓的不讲文明 不讲功德 就是放纵自己无视规则的过程 我是徐俊 明天见